在我们还没有吃这个面包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它的炉 连我们老板的炉也是非常传统的 你叫什么炉 这是火炭炉 火炭炉 这边一般我们就是拿来泡咖啡的 煮滚水然后泡咖啡 下面这边我们发觉到有一个洞口 这个洞口就是要拿来烤面包 对不对 这样子放下去就可以烤了 另外还有一个用处 另外一个用处就是蒸面包 蒸面包怎么蒸 是这样蒸的 打开那个洞口 这样子放下去就可以蒸了 把它盖下来 所以一物三用 有三个用途 既可以同时烧水泡咖啡 又可以蒸面包 烤面包的炭炉 尽管不是什么前卫突破的设计 却是先辈们在求生的过程中 自然衍生的小点子 不单解决了他们的生计和技术问题 还可以在物质匮乏的年代 节省不少的资源 马上要来蒸面包了 其实我觉得老板的这个白面包已经是非常的软了 这个制定非常的软 但是老板说还不够 要给客人吃的话一定要吃到更加软的 比较热一点 比较热一点 就是用那个水蒸气来去热化它 然后希望它更加地柔和 蒸面包 蒸得热气腾腾 柔和服贴的白面包 涂上独家自制的嘎秧 再加入一片刚从冰箱里取出的雪藏牛油 说时迟 那时快 牛油瞬间就融化在面包的余温里 情不自禁地和嘎秧相互交融 椰香和蛋香在牛油的调豆下浓香扑鼻 咬一口一时冷一时热一时咸一时甜 味道叫人莫尺难忘 蒸面包我比较喜欢吃 因为它比较辣 比较好吃 它的蒸面包特别软 它的香味 比较远熟 蒸得比较软 好感 比较软 这个还很烫熟 刚刚出炉的蒸面包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店家蛮特别的一点 就是它并不是用一般的牛油 而是雪藏牛油 雪藏牛油的英文叫什么 烤鱼糕 烤鱼糕 所以刚刚从冰锅那边拿出来 冷冷的那种感觉 然后放在这个刚刚还蛮烫的 这个面包上面 你可以看到它慢慢的就在融化了 对不对 为什么当初会有的烤鱼糕 因为当初是英国人用的 英国人用的 英国人用的 剛好我們當年買的學習 我好吃到這種就拿一點 比較香味 比較香味,所以比較Gastan style 以前在英殖民地時期 外國人都習慣吃這種Colst-Owage Butter 南洋風情的嘉洋和西式的雪藏牛油 在傳統海南人的咖啡店裡 有了一次跨文化的美食交流 從此一拍即合 成了傳統華人咖啡店的招牌之一 他姓牛油,配合這個麵包是堆一五二 中文字幕提供